那么今天是陈水扁再次出庭 预计本来这一次应该是最后一次的程序准备庭 但是如果他的律师要开始勘验光碟的话 可能还会再往后拖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会进入到实质审判呢 目前还不知道 那么看到陈水扁啊 事实上他的招数人还是相当的多 包括原本要选立委 那么昨天又说他要选台南县长 那么最新的状况呢 则是证人名单当中还包括了马总统 不过普遍认为啊 这个可能还是一个无贼战术 而且法官不见得会点头 不过另外一头来看看 特征组的侦办到底目前的状况如何 那么今天是约谈了 叶连钢铁的董事长林毅首 那么另外呢还包括了 我们看到这个黄芳燕 今天3月18号了 这是要传唤他的日子 但是他仍然没有现身 会不会开始通气呢 这也是今天关注的焦点 不过我们看的是啊 这个特征组到底目前侦办 这个动作如何 因为3月底4月初 要加人或者是要换血 到底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是建立特征组 不要说要依法的法定程序处理 法定程序处理是被告一次没有来 还可以再发两次三次都可以发 甚至发没有来先拘棋了 拘棋无招再通计 拘棋 但是人在美国你怎么拘棋 这没有办法拘嘛 你明明知道他根本不可能拘 你直接发布通计 没有人会怪你说 你这个违反法定程序 就直接今天不来 马上就发布通计 我是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你前面已经拖那么久了 现在还在那你是故意跟人家作对 表示说我就是要依然按照法定程序 那就是白目嘛 我是觉得不应该这么做的 那至于他有没有状况 我就觉得邱玉打电话给马英九检局 他状况我就觉得这不对 要检局到台北地点署去检局嘛 你是不是给马英九为难 对不对 马英九能说 只是说这个事情你特征主义 应该去把房奉院怎么弄吗 或是你钱中民应该下台吗 马英九做不了这种事 而且他 陈水扁就是经常干这种事嘛 就是什么事 他要插手 动摇果扁也要办 结果弄了半天 果扁也没有动摇 他自己办到还看守所里面去 我觉得马英九这个谨慎是对的啦 至于那个陈水扁讲说 怎么要选台南县长 然后有时又要选立委 我觉得这个都是假议题 政治操作嘛 那你陈水扁你这么有把握 你狱中参选 你就一定可以选吗 你还没有参选之前 你就不会被 叹入罪判刑 判刑十年以上 判刑十年以上 那是总统 那是总统 立委县长可以 那你就一定 可以交保出来吗 你就一定 参选一定是当选吗 我是觉得陈水扁讲的话 大家听听就好了 不需要跟他当选 我要提起 这个县长跟立委我都支持 虽然我户籍不在台南都支持 你就让他选嘛 谁跟你规定郁中不能参选 当初延庆票郁中参选 就是看他能得几票嘛 那台南县是他大本营啊 他怎么不能选 对 我说一句话 国民党在台南县敢不对手 谁敢出来跟陈水扁选 你站出来 不是要打架 你站出来说 阿扁郁中参选 陈塘山昨天开了一个记者会 陈塘山说他要选 那陈塘山跟陈水扁 这不会一起选的 一起选 选票瓜分掉 一定会写下一个人出来选嘛 那如果陈水扁要选的话 我想陈塘山会让 因为陈塘山也七十几了 那就让陈水扁就会 没有什么不好的 那至于这个黄芳燕的部分 我也同意义公大哥讲的 理论上今天应该发布通计的 那邱毅打给马英九 马英九怎么办 马英九倒是想办法让陈聪明 对外说明说到底有没有重磅 这个也就是上个礼拜五 为什么特政组忽然开了记者会 忽然告诉我们说 到底有几颗钻石 然后钻石到底多少钱 蓝龙去脉是这样子 那我的结论是说 为什么邱毅不去找台北地监署 台北地监署没有用啊 虽然政党轮替了 可是台北地监署现在谁在控制 谁在控制台北地监署的份案 很清楚啊 不是检察长能控制的 那谁在控制 我是不能乱讲 乱讲我要跑法院 我说邱毅很清楚 台北地监署没有用 那王清峰每天在梦游 跟王清峰讲也没有用 王清峰也蹦蹦蹦蹦蹦 所以逼得邱毅 我当时也觉得立委 打电话给总统 指控检察总统不是 这当然不是民主国家的常态 但实在是没有办法 在笼住国家 我现在告诉你意思是 笼住国家还没用的时候 这个我是没什么 案子办下去没什么希望 好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